顶点是最贵的 也就16元 网游牛肉球 网游是什么呢 就是猪网游 包着牛肉球 然后猪网游牛肉丸 就送上来 16元 就三粒 你等了这么久 極有可能 我可以保证 我们下单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现在4点半 星期五 我又跟她老婆去吃特价点心 吃特价烧鵝 今天当然不吃烧鵝 我们会去 在半堂路附近有一间 吃猪蕊烧马 很出名的店 其实大概一年之前 我曾去过她的总店 当时都已经觉得 惊为天人 但疫情期间 但都坐满 这样才可怕 是的 一吃完猪蕊烧马 过去对面厌弗酸 那种 然后大概 在疫情期间 大概一年之前 他们在中山八路 中山七路 开了他们的分店 我们现在就过去市市 据说他们的烧鵝饭 都是不错的 然后 吃完之后 都是礼牌的了 去楼津导市场 买菜 我们今天要去吃饭的地方 就是观鹿茶居 应该是这个名字 然后在前面 一直往前走 大概去到半堂路附近 那就会到的了 至于外面 就是车来车往的 中山八路 今天也越来越临近 端午节 那些雨水就特别多 还好今天没有下雨 好像今早 中午下过一场 很厉害很厉害的 然后 因为夏天到 一下完雨 很快地地下又干了 至于中山八路 也和大家走过很多次 我也不用说 我们去到餐厅 再和大家慢慢说 我们还没去到茶居的时候 又发现这里有白瑞西点 他们很喜欢在中山路开店 我决定买一些 不像上次去到中山路那种 想买就没得买 很可憐的 拿破仑好吃 拿破仑是全广州 销量最高的 但泡芙就会吃得肥 蛋挞一元过了 是 蛋挞一元过了 拿破仑和蛋挞好吗 拔丝蛋糕 不要紧要 尝尝它 就是这里了 我们都走得远了 话说是这样 其实来这里最近的地铁站 是陈家子地铁站 只不过我们5号线近 所以从5号线出来 上去吧 营业时间是5点到8点半 幸好都差不多够早 不是24小时的 5点 真是有性格 是吧 营业时间 好了 我们找到座位了 因为来得够早 他们晚事是5点开始 现在还早过5点 有些服务员姐姐在吃饭 但都是可以进来的 我们先搞定茶杯 又来到眼花缭乱独餐牌时间 就是观鹿茶区 他们要用观鹿路的名字 这里真的眼花缭乱 而且点心绝对不简单 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很传统 很怀旧的点心 而且有部分价格也不会太昂贵 今次读餐牌可能会慢慢读 我们其实已经决定了 叫什么 在上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水牌 已经觉得有些要叫 黄沙猪润买 即是一个烧买 上面放的叫 黄沙猪润 黄沙润 很厉害 顶点 顶点是最贵的 我说清楚 都是也就16元 网游牛肉球 网游是什么呢 就是猪网游 包着牛肉球 也是顶点的 再来 这个也是 鲫鱼球 上面包裹 发菜 也是顶点 棉花滑鸡渣 听名字 我知道是什么 没听过 没听过 三宝鸭脚渣 我在香港吃过一次 很久 是世纪之前 还有 紫金橡凤爪 只听刚才说 五度 已经很厉害 下面还有不少 再来 紫金橡凤爪 不讲这些 陈皮鸭汤 饶饶 鸩鸩 鸩鸩燒买 钢鸩鸩燒买 鸩鸩燒买 已经看到了 两个人聚在一起 以前应该是经常会吃得到 即我父亲那一杯 蒸猪肃燒买 香港也是 蒸 蒸 是 香港 这些酒下很少 很少 顶点 都只是16元 再来 蟹黄干蒸烧 买这些相对普通一点 跳到去 跳到去 这个鸡蛋糖沙肉我们已经叫了 多少钱 小店铁6元鸡 即是蛋糕店价格 所以其实这些食物是完全不贵的 后边还有这么多 我读前边这些 网油糯米鸡 这些是要爬完龙船才能吃的 我们真的不敢了 因为上边已经有两个 蟹盖猪油包 我想要一个 我又想要这个 先头我们在这两个选择过 其实最主要是老婆选择 她喜欢吃叉烧包 当然听从她意见 其实我没所谓 鸡球大包 上次我好像吃过这个 那个包很大 里面还有很多鸡球 咸蛋莲蓉包 中点的 9元鸡 有鸡球 萝卜糕 鸡油马拉糕 鸡油马拉糕 猪油拌面 猪红汤 这些都 摆在这张餐牌上 已经是变得很普通的 什么凤爪中仔饭 鸡油马拉糕 这些都不一一说 黄沙鸢猪肠 即是猪蝇腸粉 只是以一些比较漂亮的猪蝇来做的 再来 这些都是相对比较普通的 对于她们这些说 还有什么 脆皮原来的 18元应该不太大 可以试一下 是吗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是吗 因为第一个吃不完 打包酒 不是很麻烦 是吗 18元 你可以试 甚至乎 这些都只能够一份 烤鸵都能够一份 对 烤鸵都能够一份 连烤鸭都能够15元 这些真是有趣 盐焗鸡珍 这些都不慢慢讲 我们又回到这边 看看菜式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点心的 要吃菜式 其实都不是很贵的 中厨怀旧菜式 任你选 这个是什么 金华肉炙鸡 36元左右 我记得我三叔做过一次 给我们吃 这个她做不到 八针扒鸭 好像在往期见过一次 没有吃过 瑶柱扒瓜埔 不说 这些东西一间有 上次我们有其香 接着大马一品煲 这个 蚝黄虾子扒柚皮 你以为柚皮容易做 也没听过 28元 柚皮我听过 蝦子 猴黄也听过 但是 还没吃过 还有什么 我不是 48元 姜葱柱柱柱 应该是这个 28元 48元 有些装修好一点 市场买也要28元 市场买 还要是 龙兔美市场 龙兔美市场 这些菜式 你可以选择很多 三十多元 四十多元 已经贵了 四十多元 即使想清淡一点 不要太烂烂的 炒油墨菜 炒油墨菜 也只是28元 可以的 即使要一个 豉油黄炒面 28元 不如要一个 脆皮圆体试一下 我也想试一下 真的 我们再加多一个 脆皮圆体 这就是刚才我们买的蛋糕 当然来到人家餐厅 没有理由吃 吃其他东西 看看就不妨 这里要给一个差评 之前我们买这个 拿破仑 是用盒装的 现在是用袋装 很容易突碎 是的 不过就好吃 就是这样 这个用了多少钱 现在升价 升价为重要 所以我们只买三个 18分 然后再来这个就划算了 后面那个是伊曼说 这里就最划算了 但是没有那里那么好吃 我不知道他说那里 每人限量一斤 的9.9元 这个是拔丝蛋糕 是蛋糕仔 但是是热的 而且刚才我们算是幸运了 去到的时候 前面那一板 没有货 卖光了 我们以为都买不到 师傅在后面又弄多一板 有了 刚才出来了 那个阿姨 即是说 旁边那个阿姨 他就说 哎呀 你算是幸运了 4点半厘 你就可以等到他这个特价 的不思蛋糕 刚才是花了16元5号 即是拔丝蛋糕 花了10元 上边拿破仑衣服 花了6元 又好像合理 第一时间送上来 就是唐沙翁 老婆在这儿惊叹 有两粒 为何呢 因为这个唐沙翁 自然是要6元 他以为只有一个 都是很正常的 对吧 几大粒 差点跌了 夹起身又挺松脆的 最起碼 用我的筷子 你就可以夹得开 有些硬的 我吃过 哪里 不要说 咬下去 咬不开 这个绝对 没有这种情况 这些要吃新鲜 对 因为这些咬冰猪 总是撕冰猪 慢慢地夹 对 你说是否整定 就肯定整定 难道你一到家 做什么 没什么可能 但是热的 你说有没有油益味 我说有 你都不相信 是新鲜的 因为这些应该放不到过夜 是好吃的 怕得住我们上次 在佛山吃到最好的 上次在佛山吃到的 一定是最好的 这里都可以 乳之匹敌 不过佛山那里都不贵 差的那些真的好 因为这些东西 弄起身 擦起身 是可以很差的 拦上一块 又或者放得久 这些原因 还吃到有蛋味 因为佛山那间 就是这些老茶楼 对 佛山那间都是老茶楼 那些绝粉茶楼 白酒茶楼 现在有些新型的茶楼 有些 直接都没有 他可能买些粉 好像麦当劳一样 在后面 叮起耳朵 大家看看 我全程都是用筷子夹来吃 而且大家再看看 我们叫糖沙翁 在这么多款食物里 唯一是没有肉 如果它再多些油 那真的糟了 又不会 大家看看 真的挺好的 因为它省工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工夫多 工夫多 当然不能蒸 对 压队下去蒸 设置好 好像便利店那些 那么你这样 按过1是10秒 按过2是20秒 就叮回 被老妻子发现了这个 姜汁酒 猪 鸿 汁 16元 大家 生完嬷儿一位 人生完嬷儿喝这个好 生完嬷儿 姜汁应该是驱风 是吧 有驱风 猪 鸿 就是保血 对吧 供应时间10点半到晚上8点 要来这些老茶居才能找到 我继续吃 等其他点心吃 然后猪网油牛肉丸就送上来 16元3粒猪网油 牛肉丸平时特价都要9.9元 我平时吃过最便宜的 9.9元最便宜 没有猪网油 至于这个就是叉烧包 叉烧包 我好像上次去旧总店 都吃过这个 黏得很厉害 然后当时都觉得很厉害 不过有个问题是这样的 总店始终地方不太大 是需要搭桌子 地方很小 如果不介意 你很想感受一些人民气息 和一些当地人一起喝茶吃饭的话 其实问题不大 都是本地街坊 都挺过瘾的 至于这边 近地的站多 一层街坊 走过来 五分钟 差不多 方便 是方便的 这边 至于我就试试这个 我都已经不记得上次吃过是什么味 还有那时 这么久 世纪之前的事 那时都不会欣赏好东西 下面这个应该是腐竹 这边是一层很薄薄的猪蜂油 猪蜂油 猪蜂油 猪蜂油不容易找到 对于猪油这个东西 我并不抗拒 我是很怕一大块肥猪肉 这个是完全没有那些 一大块肥猪肉里面那种 令人生味的味道 是完全没有的 然后反而多了一种香味 它牛肉球已经很淡了 那一粒漂亮的牛肉球 你吃到后段咬完再一口 等它吞的时候 都已经有一些肉汁了 它这里的肉汁里面 还多了一种猪油的香味 就像我们吃猪油拌面那种香味 每一口吃下去 又有牛肉鲜甜的味道 再来又有猪油的香味 然后呢 有芫荽和马蟹 想知道一些比较传统 淮旧的点心是怎样做的呢 就是这里的 而且这里都是有虾鲠 我上次吃过这个 这个又好吃 虾糕煮奶粉 奶粉平平无忌 都不算平平无忌 虾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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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打折 什么时段 什么五折 那些 但是它开价不贵 那挺好的 还有呢 跟酒店比起来 这里的环境 就比较多 差很远 坐得很舒服 冷气教 各种 该是有的 而且 跟酒店一样 服务都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因为那里真的太小 那里太小 那里太小 没办法 没办法 那里 我现在不怕说 旧店铺 不去洗手间 也是很麻烦 在角仔 爬上去 又要用锁匙开门 很特别 有些街坊 宁愿出去外边 至少这里 应该也不太麻烦 这些就叫封键油人 你不用叫一大盆放在桌面 这个叫太渣 这个更好 这个更好 十八还是十六 试试这边 脆这边 脆这边 它有配泰汁 很脆 很脆 我觉得不用够 热的 应该是炸过的 送上来之前 肯定有烟焙味 分体也是 原体这样炸的 通常都是那些 炸德国猪手 咸猪手 很少用东西 我们喜欢来喝咸茶 这边更好 你可以试到几味不同的 一碟 六十八好不好吃 好吃 一碟 就说一碟好吃 就是一碟 那些肉 很爽 很滑 很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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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确实都会遇到过 也在所难免 人家要控制成本 也没有办法 就是龙点心 就放在一个龙 蒸了很久 这个用猪蝇 绝对不可能 猪蝇蒸多一阵 也不能吃 而且你等了这么久 那极有可能 也不能说极有可能 我直接可以保证 就是我们下单才蒸的 这个烧米 可能 就算一碟也不奇怪 有些酒香味 对 有些桂花香味 还要起沙 看看猪蝇 咬过也要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吃到猪蝇 应该有那些味道 我小时候 就不是很喜欢吃 古灵精怪的东西 唯独猪蝇是例外的 小时候吃到的猪蝇 是会有一股粒味的 那时候很简单 买回来煮 这里也有少少 就是要那种味 但是它们会有些酒 我吃得出有酒味 就去吃了它 吃不出有姜汁 可能也应该会有的 而且它是这种厚切的猪蝇 有时候没有了那种 或者叫苦味 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却矩然 我偶尽一颜 再试了奔多 配 dried 哎大家 están去看看 是不是手工货 咱们现 Quando这来 box 你看看 白之前的这种手工货 是什么要 конт3 它具有些肥肥的的肉 包San 奔旁的就是瘦的肉 是的 切肉是切的 外面是肥的 只是一手工也值得 平均约5.3元一粒 值得吗 我觉得是超值的 16元一轮 老婆还说 如果有白饭配这个 就非常好吃 肉汁很好吃 我们吃饱了 经过这里再看一次 蟹蓋猪油包 真是蟹蓋猪油包 还有这个 蒸猪肚烧米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你来的人不太多 一、二、三、四、四用就够了 就这四用 再来又看到这个暗春蛋烧米 原来它用皮包着暗春蛋 我以为不是暗春蛋放在上面 大家回到广州 这些真的要试一下 不像说到卖广告那样 其实没有 不是卖广告 即是你那种 拿货的 懷舊点心 手推 没错 现在呢 差15分钟就够6点了 天色又逐渐暗起身 我们也是快手一点 去市场买些东西 今天核心呢 我们就是要买一些蒸包 那些 因为家里的早餐 又没有了 要搞到要吃鸡蛋 我们就决定走一下这条路 其实这个方向一直过去 就已经是龙津路 应该有路过去吧 走一下 嗯 问过阿叔 阿叔去不了龙津路市场 走到外边 因为我们不想 啊 我去那条路 就是带大家看一些新路 我们换个口过去 因为真的要快手一点 原来这里还有个六计腸粉 先头呢 我和老婆商量过 如果到时去到茶居 没有位啊 这样那样 那就来这里了 六计腸粉 原来这里就是欣州北横街 嗯 我这次吃了 这里又有社区 有水果店 又有剪头发 还有吃寿司 我记得好像疫情那时 我曾经来过 那时又是那句 哎呀 没那么旺口正常 不是寿司 前边还有重机竹声面 这家店很出名的 看看自动楼价 中山八路 六十三平方米 二百二十三万 四万元不用三万五 环翠鱼很远的 周满街 六十平方米装本街 这里贵的 哪里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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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某 一旁有豆腐某 一百五十八万 四十四平方米 都三万多 这边贵一点 龙津西就便宜了 七十七平方米 二百七十六万 这里附近 除了文章北那个之外 大多数都是 起码超过八万才能入手 九屋两百平方四百万 两万多元就是 就是那种九屋 九屋改造的 八方即是两万多元一方 是的 但是它的证就应该没有 是吗 肯定的 两百方是使用面识的 它写是两百方 但是它是有几层的 它的价建出来的 那些 那些都 两百平方米 反正但是 你有这么多使用面识 嗯 两百 四百多 五百万有罩 好了 终于又来到龙津道市场 相信 就算没有在广州 住过的观众 应该都熟悉了 那可能真的差不多了 大家看看这里 这次又是这么少人的 然后全部的货 全部放进去 那我猜应该都是 卫生检查吧 不排除这个可能 因为以前这些全部 全部放出来 好几年买了粟米 我们今天就不买的了 已经开始看到 有绿油卖了 有大有小的 招财绿油五元两个 这些应该是大臣 招财油 咱们来到西华路市场 感觉上也是少了铺铛 我估计最近黎湾区要检查 我只能理解 包括今天来到龙津路也是 糯米池多大粒 9元 多大粒 但刚刚上市还没得到 反而后来贵尾10元2斤 对呀可以 10元2斤 5元对得起它的价钱 住这里6元 6元 这些是小粒 但便宜了 6元和油脂 哇 你看 很便宜 看后面的帅人 买7斤 现在是吃荔枝最好的时候 油脂 5元 5元 10元 我们买了一大袋荔枝 可能真的差不多下雨了 4斤 不减 尖不剪 剪6元 5个羊 然后旁边的帅人 他说不减 要一些便宜的都不要 要一些漂亮的 又到这个帅人 每一次来都见到挺精神的 今天丝瓜卖1.5元 1.3元 1.1斤 就是这里了 就是进到这里 以前我们都很少进来这个 洪福 这里面买派人多 但每一次 在他这里买完之后 就决定要进来 买3条 好 丝瓜3条 4.1元 继续去后面看 因为真的准备下雨 所以很多老板 和买货的客人 都是快手快脚搞定 那就走的了 而且今天星期五 当然主餐好 回家和家人吃顿饭 韭菜3元1斤 但跟我们之前一天去 西华路市场 看到的是 这里没什么特价 生菜2.3元 这边也是香蜜菜 即是油蜜菜 2元3 这些没那么苦 再来 这个以前 以后坐镇这个位置 叔叔已经卖完了 等下班 挺开心 我们买了排骨 26元 多少钱一斤 20元一斤 现在我们又买齐菜 不知道大家刚才看我们买菜 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全部都是用电子支付的 包括早前和近期 都有很多观众 来自香港的观众 问 听说过来不收现金 仍然给电子支付 我可以和大家保证 一定不是的 这个是分了些什么呢 只要它是合法经营 简单来说 就叫走鬼当那些 不在计算之列 是怎样呢 只要它是正规经营的 但凡它只要说得出 不收现金这四个字 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但相反 它的得益是极少的 可以说是几乎 都好像没有得益过 但是它付出的代价很高 所以大家就会不需要担心 回到来广州游玩的时候 可能你们未开通到电子支付 又或者不会用 那怎样呢 价钱会不会不收我 包括先头 我在市场都见到有很多叔叔阿姨 因为他们未必是很懂得 用完电话的 都不懂的 怕按错 没完钱 按了密码 按了六位数 按了六位数的钱给人 那怎样办呢 所以其实他们都会选择用现金 商户是无人欢迎的 甚至乎有些认为用现金更好 当然 这种情况就是 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 他是更喜欢电子支付 为什么呢 好像刚才我们买折瓜的老闆 他谋了 瘟了 你还给他一张五元鸡 他找四元一 然后找九毛钱给你 其实是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 他是愿意电子支付 但是 如果你说要付现金 他是不可以有任何理由去拒绝你的 你说有没有折充呢 真是没有散纸 老闆 你买多一条 五元鸡收你 这样的 充其量就 是不可以拒绝的 所以各位观众 回到广州游玩 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心 现今永远都是罪爱的 是吧 今集影片到这里为止 我们约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